水梨 是台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溫帶水果 摘種的過程中 適宜的氣候、土壤、水源與充足的陽光 都是不可或缺的摘種條件 由於位於新竹縣北側的客家大陣 新竹 同時具備了這些條件 多年來 這裡成為台灣北部地區水梨的重要產地 早期新竹地區摘種的水梨 以恆山梨為主 由於恆山梨原屬於低海拔地區的品種 果肉較粗 被人們稱為 經過梨龍們引進了高海拔地區的日本梨穗 進行嫁接 以及細心的栽培與改良後 成功地摘種出了具有 肉白、皮薄、枝多等的三大特色的新品種梨子 這種架接出來的梨子 通稱為高階梨 目前新埔地區摘種的高階梨種類有 新世紀梨、杏水梨、新興梨、恆山梨、4029蜜雪梨等品種 栽種的區域遍佈於南坪 北坪、大坪窝、漢坑、兆門 九瓊湖一帶 面積大約370公頃 開始想種水梨的原因 只是單純地退休 當作休閒 做種的種的也有二、三十年了 久了也就有感情了 住在北坪裡的張阿懷和張蔡月娥兩人 是一對傳統的客家夫妻 栽種高階梨已經超過36年的歷史 每年9月到11月 張阿懷和太太就會一起在梨園展開整治的工作 掀清除一些不必要的樹枝後 讓保留下來的樹枝能夠充分休養 並準備迎接未來嫁接 12月中旬過後 他們便開始忙著嫁接 這是需要技術和經驗的過程 這個蕎比較強的在裡面 短的在外面 我們就接下去喔 這邊要皮對皮 這樣沒有對到就不會開花 經過嫁接的梨汁 在農曆春節前後授粉 一般的植物是透過蜜蜂來進行授粉繁衍 但是在梨树的栽種上 因為蜜蜂受粉不足 會造成未來梨果產量不穩 甚至有不解果的情形 所以大部分的梨農 是利用人工受粉的方式 來穩定與提高結果的品質 梨碎架接在梨树枝頭上 開出梨花之後 梨農們會將花苞 套上透明的塑膠袋加以保護 等到結出除果之後 梨農們會為除果換上新裝 套上紙袋來幫助果實 不受果蠅 蟲鳥的叮咬 也保護梨果在成長的過程中 表皮不會過度曝曬 這樣的梨子在日後採收時 才能保有最好的品質 最多給到六顆喔 六七顆都有 我們要採好的 比較漂亮留兩個就好 最多三個它比較會大 你留四個這樣大 不會大了 你會給它吃掉了 為了確保收成時的梨果品質 梨農們也會進行蔬果 在梨树的枝頭上 會長出六到七顆除果 梨農們會從眾多除果中 剪掉生長狀況較差的部分 這樣才能讓留下來的每顆除果 都獲得充足的養分 經過幾個月的細心照顧 所有梨農期待的豐收時刻到了 每年六月開始 不同品種的高階梨 已經陸續成熟到可以採收 張阿懷夫妻 足以檢視過 紙袋中不同梨種的成熟狀況 然後將已經成熟的梨子 從地頭前的樹枝鋸下 這個過程必須非常小心 採收下來的梨子 必須放置在陰涼的地方 避免陽光直曬 當一顆顆圓潤飽滿 口感脆挺的梨子 進了超市賣場 受到消費者的青睞採購時 一整年的心情付出 都在此刻獲得了回報 很多人認為農業是個西洋產業 特別是在山坡地栽種果樹 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 除了自己需要具備一顆 對於栽種高階梨的熱忱之心外 家人們毫無保留的支持 更是他們動力的來源 希望更多的人能體驗到這份感情 也希望吃的人能夠非常開心 張阿懷、張阿恩、兒孫們享受著天倫之樂 簡短的兩句話 其實道出了新浦這個客家莊梨 梨農們的心情 新浦地區的高階梨的接種 不僅僅創造了豐厚的經濟價值 更讓心中熱愛大地的情感 能夠深深不息地傳承下去 當我們再次品嘗到新浦梨農們 用心栽種後的那抹香甜時 也別忘了將他們的故事繼續分享下去 謝謝大家